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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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只是我三个孩子都是特殊的孩子 心碎声泪俱下 蔡小姐投资的600万元因为遏职建商全没了 新城屋外观满满都是被害人的抗议告示 当时建商以85折售价吸引民众购买 但权重下来才发现建设公司超贷了3亿多元 房产早就遭到银行抵押 超过30人买房却没法入住 损失上亿元 建商还以高利润找人投资 我们真的很无知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我们是经过朋友才认识 像他们这些老板 明镖建设董事长邱水晨 不仅担任过小学家长会长 还曾经担任井友站的站长 不过令人讽刺的是 他是95年度货搬台湾成姓建商 如今却把民众的血汗钱拿走 还害人家成家梦碎 也被指控捐款逃逸 他已投资半年200万元 可拿20几万元利润为诱因 寄出高额的获利找投资人 还涉及一屋多卖 另外也在外积欠大笔债务 有搬东西 有搬东西哦 不是啊 不是要投资 都捧你啊 邻居爆料秋水晨疑似全家连夜搬走 席日获奖诚信商人 却成了黑心戒商 受害者开记者会下跪成情 也组成自救会 到地检署提出控告 希望能够把钱要回来 三新闻合适的林鸿宇许慧美 桃圆三宝岛 好 但据说已经人去楼空 蔡小姐来到节目现场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也是透过朋友认识秋水晨 秋老板 秋老板在桃圆当地算是有信用了吗 过去 就是据朋友的了解是有信用的 就是盖过蛮多房子了 对 所以他不是一案件商 不是突然跑出来的一家件商 不是他现在也有两个案子 我们就是看着他带的品质都很好 而且他就是人很和善很新鲜 就是没有大老板的价值 所以我们就很相信他 好 那你朋友介绍你认识这个秋老板 对 那当时的情况 因为我朋友知道我们的储金物 因为我一个自建的房子 就是前面营造他 之前终止合约百案不处理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贷款出来的钱 然后来投 现在想说来先投资秋老板这边 至少我们还有秋老板这边的利息线 可以来加我们房贷的利息线 所以你不是买他房子 我不是买 我是属于基金的这部分的 所以你是投资 对 我们算是 那你朋友也是拿钱投资 对 赚利息 对 好 所以你有一笔钱 因为你自地自建 当时有一件商摆烂 所以这笔钱你就想说先拿来运用 对 就想说先来投资秋老板这里 因为我们只是担心薪水 我们没有其他收入 所以我们就很单纯想说 用利息来缴利息 好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投资他利息多少 然后你朋友之前跟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投资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有一点互相介绍的 那一点是贾贺道修博嘛 表示他之前又有规规矩矩付利息嘛 他都有规规矩矩付利息 好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是12月26号我们就接到通知 就是有其他受害人他被跳掉 然后赶快通知我们其他人这样子 你才知道受骗 我们才知道事情 断掉 对 实际上那么严重了 那你那个时候是拿了多少钱投资他 我一够六百万 那六百万你有跟老板见到面吗 我们有跟他见几次面 那他怎么说 他用什么名目找你们投资呢 他其实讲的还蛮好听的 他就说其实他有点就是受惠大家这样子 就是可能有做完一些钱 然后受惠大家这样子 然后我们其实很想法很单纯 然后不会有跟我们讲说 其实这种建商的这种投资的利润算是合理的 他跟我们讲说这个利润这样算合理 然后我们就是很单纯相信说 所以你是纯粹借他钱呢 还是投资他的建案 我们我们这个 他上面是写写投资 是写投资 对 所以是用投资建案的名义 对 来赚这个利涉钱 就是有点投资 那投资哪一个案子你知道吗 他就是我们他这边是写中平案 所以他是中平案的一个建案 然后case by case来募集资金 用这个理由来募资的 我也不确定他是募集资金还是什么 只是我们就是投资 阿官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 好 其实刚刚提到 差钱为什么会或是这么多被害人 为什么会这么信任这个秋水城 因为秋水城他名叫三家公司 基药 奇药 民药 三家建政公司 基药 奇药 民药 基药 民药 三家建政公司 而且他在桃园的政商界 其实人脉非常广 他也担任这个警友站的站长 警友站的站长 本身住为一个豪宅 对外是开一千两百万的宾室车 所以大家会信任他 所以他在桃园在地政商关系很好 应该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是一代社团参与蛮多的 所以说被害人会因此会去信任他 会去借贷 那赵蔡小姐的说法 他其实他也不是突然跑出来建商 他过去在地有盖一些房子 他是在地的建商 虽然不是大型建商 但是持续都有推案 那因为在借贷这个时间 其实他有两个案子在进行中 所以所有投资人都会信任他 那刚刚讲到这个投资的模式 其实很简单 他给投资者一个说法就是说 你给我两百万 借我两百万 那每半年利息27万7千5 换算的年期就是27.75% 那这个其实是已经符合 营养法吸金的一个犯罪 27.75% 很高耶 对 因为营养法规范 现在放在银行才一拍 没有错 所以营养法规范就是说 你只要对不特定的人在吸收资金 然后你的约定是显不相当的利息 这个就会符合营养法的要件 这个后续的法律责任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刚刚也问了蔡小姐 我搞不太清楚 是他纯粹就是用借钱的名义吗 就是你钱借给我 我给你的利息 还是他是用投资的名义 因为借钱跟投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 投资有可能说 我就投资 我就投去 我就留去 但是借钱借款是借贷关系 所以他是不是拿一个建案的投资名义 来做吸金呢 我讲到重点 其实他刚看到那份企业 上面是写投资企业书 投资协议书 但实际上 他真正只有现金的给付而已 那份协议书上写的那个进来 并不是一个担保 也不是设定抵押 所以从备案的角度里面 其实是没有担保的 他只是讲说 我有这个监案在新建中 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 他是没有一个抵押效力的 他并不是设定抵押权 其实有很多中小型的建商跟营造厂会这样 他们好像会case by case 比如这个案子我来募资 差不多是类似那样的情况 就是我要做 这案子可能卖得不错 因为预售已经开始在卖了 然后可是手上欠借钱就问说 你要不要来卡一下 你要不要借一卡 就很像揪标会的那种感觉 一人一卡 反正到时候我算一起给你这样 然后反正案子盖好了之后 我钱也会还到你 所以会让你这样去取信 消费者说 这个案子是可以去投资的那种感觉 事实上是属于现金借贷 那蔡小姐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他不是正对某一个案子 他比较像是那样 就是说我这个案子盖得还不错 卖得还不错 所以你要不要借我一点钱 大家休停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这个利润也可以给你 其实这两个竞争只是个招牌而已 只是一个招牌 只是一个幌子 好我们回来讲 所以当时你就很信任他 一方面是朋友介绍 另外一方面你说你跟他见面 你觉得一人进口一人不错 在地也盖了不少房子 600万 那照刚刚律师的说法 200万半年是27万 那600万 80万左右对不对 其实我方面200万 是去年8月份才进 所以我前面都只有拿到 拿到就是 50几万而已 所以你是前面先400 对 然后接着才再加200 所以总共600 对 然后你这笔钱交给这个秋董之后呢 你有拿到利息钱吗 有 我们就是前面有拿到利息钱 前面是拿过几期 拿到三期 三期还是四期这样 一期是50 50几万 所以三期是150 如果四期就拿了200 对 然后之后呢 后面呢 后面就 本来我们这一次的票期是1月31号到期 然后现在已经变遥遥无息了 那他后续的他通常都会把后面的利息一并开给你吗 然后对于罪件 他会挥几票吗 对 他都说开票值 所以他不是 他从第一期开始就是付票 他第一期都是付票给我们 后来我们都是去他家拿现金 那票呢 拿去换现金 票的话就是会当场改票 换票给我们 好 所以把后面的再换票就对了 对 这是你拿到的票 所以拿到大概三期到四期后面就拿不到钱了 就是今年的1月31号的票期 就跳了 就就 因为朋友已经跳 而且他现在省印了 所以已经确定百分之百会跳票了 那你有去 我已经去 有去银行 就是把票先 先搭票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本身有被跳吗 还是你的朋友已经先被跳 所以你知道你后面一定会被跳 我朋友他们都被 就是有被跳 然后我们是 就是1月31号到期 所以从头到尾他没有买房子嘛 对 跳票部分我可以补充 其实目前知道的 已经跳了有60张票 然后总金额1亿4 我讲的这个60张1亿4是指到期的 还有很多像差别是还没有到期的 所以这个部分光是吸金的金额可能就是上亿元以上了 那还有很多 光光吸金就上亿 那还有刚刚讲的很多消费者买卖的部分还有一些纠纷在 最主要最大的问题在 譬如说春日路的民耀高尚 1月8号群撞下来之后 秋水城把这些民耀高尚 把这个房子拿去跟某一家租赁公司又去借贷 信托担保 所以等于说这些房子 那这个民耀高尚的 好 我们现在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蔡英姐这种情况是她纯粹就是拿钱 她想要赚利息 那律师认为这是一种吸金 另外是你现在讲的民耀高尚 这是不是已经有消费者买她房子 对 没有错 那买了之后过户了没有 我刚刚讲重点在1月8号权状拿到 她把这个权状拿去又借贷 所以她又拿到一笔钱之后就跑掉了 现在消费者拿不到房子 没有办法过户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权状已经下来 假设我去买她房子 房子的名字已经是我的了 我已经有权状了 还没过户 所以她的权状是建商的权状 不是消费者的权状 我懂了 所以这个房子权状已经下来了 但是所有人是建商的名字 他用这个权状再去剩余价值 再去借一笔 然后就捐完钱 但我消费者其实那个房子是我买的 我也付了房款 投机款 工程款 但是在名字还在建商那里的时候 他就又拿去借钱了 是 所以这边光是现在知道 名要高上 因此这样的受害的消费者 应该有三十几户 所以这些消费者 前面的钱投机款都付了 工程款都付了 但是第一个 房子没有过户给他 不只 因为当时秋水城因为要筹现金 所以他很多都是因为要求说 付现金我可以便宜一点 所以很多是把现金已经付清了都可能 所以很多是房子连违款都付了 对 有可能 第一拿不到房子 第二 那你甚至去拍卖他会求偿 这个房子本身都已经负债累累了 他已经拿这个房子去借了很多钱 那钱也拿走了 炸干了 就算我们今天去查封这一栋大楼 可能也不见得拿得到钱了 是 不然他其实有标的物在 这是第二种情况 据说还有第三种情况 据说还有一屋多卖 对 包括说在前面那一个国际级的建案里面 中平路国际级的建案里面 那是另外一个案子 对 又一个建案 他有总有两个建案 在前面的建案里有发现就是一屋二脉 譬如说我同时跟A跟B 各签一份契约 A跟B我都收钱了 那现在就是都A跟B通通都拿不到 全状拿不到没办法过户 那当然这种情绪 通常是找AB这种比较可能没有经验的 或者说人在国外的 用在糊弄他 那拖过这个时间之后 那目前就是AB通通通没有房子就对了 但AB钱都付出去了 所以一屋二脉 对 那这两个买主都没有权状 也没有过户 因为邱尔森已经跑了 然后这个房子也拿去借钱了对不对 国际级也拿去借钱了吗 国际级也有这种情形 也有这种情况 好 所以这是一种混合式的插片 那账片手法 琳琅满目 我们回来看蔡小姐 所以后来你知道之后 就找不到她人了吗 对 那你朋友也被倒了很多钱 很多人 很多人 那你们透过各种管道去想办法 我们透过很多管道 就是包含检调方面 我们都去备案了 那到现在她都不出面 很多声音都出来 那你朋友被她倒了多少钱 其实金的金额从200到上千都有 所以你很多朋友被她骗 其实我们也不是认识那么多人 只是我知道我们知道的被害人里面 那当初介绍你的那个朋友呢 她有400 她有400 那蔡小姐听说你其实很辛苦自己带孩子 然后小孩子的状况比较多 所以其实监头的负担很重 对 其实我拉头是好几次好几头烧 所以所以说我真的拜托 就就等还有钱要帮我们 就等把钱还给我们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情况 因为我三个孩子都是特殊的孩子 我三个孩子就是 她有助力不集中波动 还有养师伯格 还有纯尔烈 就是他们很不好带 对 我之前也是都有带他们 在做一些治疗 然后加上我们前面又被一个 我们前面又就是 治疗又被一个营造老板 就是他 他自行中止合约摆烂不出力 所以我们现在那个 就是治疗的房子就形同飞墟一样 我们就是用 房子贷款来的钱 然后来投资 收董这边的 所以这笔钱其实也是借来的 借来的 对 因为是贷款来的吗 贷款来的 而且也是我们的救命钱 这也是我们后续的工程款 就是如果没有这笔钱 我们就没有后续的工程款 那我要捏出三个孩子的问题 然后我之后又要 那反正又像飞墟 也又不能住 所以我等以后 我前面已经被前面的营造造成 他现在抽董就投我一档 因为我前面真的很感激他 很信任他 没想到他后面投我一档 那现在有没有去了解他这个人 有没有出镜啊 各方面有寻求协助去了解吗 目前尔文是还没有出镜 所以还在我们台湾 对 可是他自射也不出来 只是他都不出面 对 也没有 那公司现在还在营运吗 也没有 所以整个公司都已经变成空了 对 然后包含他的自在也都 就是都翻走了 人人都没有在那里了 确实听得很心酸 像蔡姐这样的个案 我想很多 因为照律师的说法 其实公安吸金这一块 可能就已经吸了上益 那还有买卖房地产的 而且房地产还有两个建案 所以现在受害就非常非常多 我们现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吗 其实我们目前已经有跟地检署提出告诉了 那但是因为我们也同时申请说 讲官可不可以尽速去传唤他到庭 尽速限制出镜 然后扣要他的财产 因为照蔡姐姐的说法是 我们现在的了解 他其实还没有离开台湾 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 是有没有可能偷渡 因为要出国不一定要搭飞机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我们也是要拜托检掉 这边能够再有更积极的作为 我们也担心说 万一他跑掉之后 脱产跑掉之后 被害人求产无门 真的是变成下一个贵妇奶奶 又事件又重演了 现在现有建案的部分 因为包括说可能产值的部分 是不是够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律师已经说 他自己也拿去借了很多钱 被害人如果今天要做假扣 要提出三分之一担保金 这也是一个难度 所以我们刚讲说 我们拜托检官可以先做清朝他的财产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做扣押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已经提出申请了 好来 四位 这种案子现在越来越多 这种状况 其实早些年 我有听过有一些案子 在玩这个游戏就是 跟买车一样 现金越多折扣越大 比如说如果说你今天是 那个自备款两成 我就买你一千万 自备款三成 九百五十万 自备款四成九百万 那种感觉 那个新建案 他外面就挂一个广告招牌 买一送三 又不是披萨 怎么样买大送大 我真的想不通 买一送三 所以他当时 就是让你觉得说 好像可以赚到 比如说就是一个折扣 然后送可能就是多送一些车位 家具家电的那种感觉 那通常买房子送车位 我们都知道是羊毛出羊身上 是把价格全部加上去 可是事实上就是 都被贵到的意思 只要是讲书送的越多 就越容易被贵到 那这个案子当然就是 他可能是吸很多鲜 因为那个有一个投资人姓五 他买方 他买下去 他说买个一千八百万的房子 两间 他居然自备款一千万 哪有这种事情的 高自备款 高自备款 那当然高自备款 感觉房价好像有降低 可是我去查石家登陆 跟查附近的行情 根本就没有便宜到哪里去 他还是用正常的价格 去卖给一般的消费者 可是让消费者觉得 我开价四十万 杀价变三十万 好像省了十万块那种感觉 所以我才会常常 呼吁跟大家讲说 不要买预售屋的原因在这 因为预售屋的问题 实在是非常的多 你买到预售屋 你刚才阿关讲说 诚信件商 拿到有个奖 搞不好那个照片 还有那种副总统 最可笑的是 我看到在今天有媒体报导 说这家件商 还曾经货搬诚信件商 而且他可能还有跟副总统 或是吴敦义拍照 谁颁承信件商给他 这是欧白颁的吗 欧白颁的啦 颁奖者看到的奖状 可能都是总统 副总统 元首等级的人 跟建商握手 可是事实上 这个东西我以前在建商也干过 我花个一二十万 去找一个 私人的民间单位报名 然后就可以拿到一个奖状 说嘿嘿 我们是很棒的建商 所以那个承信件商 是给花钱买来的 几乎是花钱买来的 我不能讲它是很烂 可是你花钱就有了 你说是不是花钱买的 差不多嘛 而且之前承信件商 也是一样该导入导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到 什么承信件商 优良件商 我们就被他所骗了 在房地产 所有的奖项 几乎都是假的 房地产的奖项只有 那个建筑设计 有些是那种建筑设计奖 那是真的 其他都是花钱参加来的奖项 尤其是你看建商 跟总统 副总统 跟行政院长握手那种照片 那个都不要参考 那就是他们花钱 得到的一个照片而已 我以前差点被造 配具跟那个 那时候是行政院长 差点照相到这样 因为我们那时候 建商花钱买就有的嘛 所以你看到这种 诚信的什么奖 金什么奖 金什么奖 都不要相信 那都是骗人的 那你说 那不要买预售屋嘛 因为预售屋再大 都会有个问题 你知道吗 我曾经跟他讲说 厉害建商可不可以买 知名的大建商可不可以买 对 小建商嘛 对不对 因为刚刚这个 这个受害人买的是 通常是比较安全不是吗 至少它是知名的大建商 因为这种小建商我去查 这感觉是就来乱了嘛 这就是一个民宅 看起来像住家一样的 所以你有去查 它登记的位置 登记的位置就这里面 然后是一个 不是办公室的地方 看起来就不是正常办公室 所以 而且是一个小建商 那小建商真的 预售物就真的不要碰 因为它问题很多 那大建商可不可以买 我就说大建商也不能买 你知道吗 大建商也不能买 这是一个很大的建商 上市建商 而且资产非常的大 连我的都听到它名字 都觉得 这个建商可以买 那种感觉 很值得大家信任一个建商 可是这个是它 高雄的一个预售物 后来盖好之后发现 这什么 冷气的室内管 不能够排水 就是室内机 冷气不是要放室内机 要接一个管子进去排水 结果这个管子 是不能排水的 你要想 大建商为什么搞出一个 管子不能排水的案子 大家后续有没有 帮人家做善后处理 如果有的话 后续当然有 可是你会觉得是说 这个这么基本的东西 建商为什么做不好 然后呢 这个是马桶的 厕所的磁砖 没贴好 就想说 为什么这个建商这么烂 所以施工品质也出了问题 施工品质不怎么样 然后最后什么车位 买两个车位 只能停一个 但这个是车位 很难停的问题 还有更成的是 在台中 他们有案子 台中 一样是豪宅等级 盖好之后呢 地下室漏水漏得乱七八糟 就像这个 所以这名建商不等同域 不等同于品质保证 这个就是台中的 那个建商在台中盖的房子 盖完之后 消费者说 你这什么烂东西 到处都在漏水 那建商当然花钱 去帮你修没有错 可是就是 你为什么买一个房子 建商不好好盖 必须要等到消费者提告 申诉 然后建商才会帮你好好修好 这都是预售屋的问题 好 当然这个案子 当时建商的说法是 他们确实有去做了妥善的处理 也做了保护 也做了维护 维护了 但我们还是要回到诈骗了 因为这个是施工品质的问题 回到诈骗 最近有一个案子 是不是在中和还是永和 整个社区被法拍了80户 中和 中和那就是盖到一半 快盖好了 然后消费者继续缴钱 假如后就发现 建商受不下 建商没有办法了 就只好倒掉了 那倒掉就80 因为已购客有80户 所以它等于是烂尾楼 已经变烂尾楼 等到法拍 然后最后这个房子 残子又要先还给银行 因为它已经建商 跟现银行借钱 所以纵使法拍掉之后 你钱还是得还给银行 所以几乎有买的消费者 几乎都拿不到任何钱 但为什么最近法拍会越多 其实今年 今年跟明年这两年 法拍的问题的建商 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房价正在下降 因为过去建商 其实杠杆做得太多了 杠杆做得太多 所以这个案子 建商如果继续重温下去 可不可以赚到更多钱 没有办法 因为它当初 现在行情已经往下调到 超过它的贷款资 比如说当初一品 跟银行贷30万 现在市价只剩20万 那它要不要卖 它卖20万 它还要还银行10万块的钱 它干脆不要卖 整批丢给银行 我不要了 然后顺便吸点金 然后再潜逃大陆这样子 现在很多建商会干这种事 所以那讲桃园 桃园的房价 最近真的跌得很凶 可是桃园去年 不是说涨最多吗 那那个是新闻讲的 事实上是真的在跌 新闻讲掌队都希望你去买 事实上在跌 比如说这个 一文特区 桃园最好的地段 中正一文特区的房子 投资客已经在跑掉 他一平当初35万买 后来31万卖 他赔了将近300万 中正一文特区是桃园最好的地段 房价都能够赔到300万 那个投资客都要跑了 你说建商要不要倒闭 当然你要倒 那你说好了 豪宅不好 这个是比较平价的 1000多万的房子 这个是1000多万的房子 买没多加加就要卖 卖掉920万 等于赔了100多万 这个地点也不错 就是在 已是一文特区旁边的 一般的住宅 那中正一文特区 都能够跌豪宅跌 平价跌 像这种难砍的房子 不好意思你家 也跌了几百万 然后这个巴德 巴德因为社会住宅 干了很多 一样是赔了几百万 就是投资客马上丢包 因为他受不了 房价就往下掉 所以如果房价再跌 再跌 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 撑不住的小建商 会 因为当初很多建商 就是认为说房价只会涨 所以就是 那像 什么价金返还 保证 履约保证 那都没效吗 都没效 你看之前我们不是有一个案子 是那个抢抢吧 买个乘务 对不对 那个买的乘务呢 他直接跟屋主买嘛 就买的乘务还不是一样 钱给的那个屋主 屋子的那个袋师 都把钱拿走了 还收了很多户嘛 那像信托啊 他们中间不是会找到 第三方信托吗 是 我们讲信托 预收有信托 对不对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我们讲那个 亏机福来跌 亏机福来跌 对 台南的那个五彩 这个建商 你当初如果跟那个五彩东西 买他的案子 那个选台南市场 那个人买案子 他的房子 他一样有那个 那个屋约保证 就他屋约保证是谁 你知道吗 是他的儿子的公司 所以照SWIT的说法 屋约保证不一定有保证 好 回来最后一点点时间 问一下蔡小姐 那你们都是透过朋友嘛 他有没有办说明会啊 还是他在这个吸金的过程当中 除了透过朋友介绍之外 有其他的手法 或其他的手段来吸金吗 你们第一次跟他见面是在他 他带我们去参观 他出日入的工地 然后请我们吃饭 就讲了他 他很 就是他的 他大老板的那些 可能一些 他家有摆很多东西啊 然后他有一些 就是手势什么 就是都 就有一点故意秀一下这样子 那你们都是透过朋友 对 他们有公开 比如说办书名会啊 没有 可是他有带我们去参观他的工地 那都是老板亲自 都是秋水城亲自带我们 好 所以 这会不会又是另外一起 贵妇奶奶2.0的吸菌诈骗呢